中国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成功发射升空 进入预定轨道将会自主运行 并为十月中升空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 交汇对接做准备 也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副主任的李健表示 天宫二号的交汇对接任务 比之前天宫一号更具挑战 这个任务中大致有这么五个关键技术需要突破 一个就是长时间的高精度的轨道预报 第二个关键技术就是我们的 在393这种新的轨道条件之下的 控制策略的全新的设计 第三个关键技术就是短活段快速定轨 第四个关键技术就是我们说的叫快速变轨 这个在以往是没有应用过的 最后一个关键技术就是半星的绕飞 五个方面是给我们中心带来的一个新的挑战 李健也指出这期任务有很多潜在风险 太空人要在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生活30天 地面控制人员要长时间当时 系统要不间断工作 对测控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更高 我们要确保方方面面的协同 大家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 同时如果出现矛盾的时候 我们要选取一个最优的策略 既能保护航天器的安全 保证航天员的安全这是首位的 同时又能保证我们各项实验 兼顾这是我们始终追求的一个目标 尽管面临严峻挑战 但是中国科学完备的飞控方案 稳定可靠的软硬件系统 以及中长期定轨预报 短弧段快速测定轨等一系列 关键技术的突破 给了飞控人足够的底气和信心 NDP7综合报道